港股今早低開90點,其後在本地地產、中置電訊及豪島南籌股的大動之下 大使在早段由跌轉升高見23,439點 行至中午收報23,433點升在118點 在日造好的豪島股今日個別發展,南籌韻月、金沙升超過1% 大美高梅、永利澳門回吐跌超過1% 澳博、新豪博雅娛樂跌0.6%及0.2% 地產股普遍繼續反彈,長實升超過1% 新世界升0.8%,順滯升0.5% 另外,根據聯交所資料顯示,恆地主席李兆基近期頻頻增持恆地及新地的股份 今早兩隻股份走勢各異,新地升0.6% 恆地跌0.2% 納地電訊股今早顯著上升,其中中移動獲得麥格利唱好 今早大成交重上92元,曾經高見93.65元 半日升1.6%,中午報93.4元 成為大領大市上升的主要功臣 至於中電訊今早升勢更加強 今早曾經高見4.86元,升3.4% 半日升幅收窄至0.4% 而聯通今早就高見11.68元 中午升超過1% 收報11.66元 軍工概念股在受追捧,多濟股份齊齊破頂 寒天控股連升兩日,今日曾經升超過1勝破頂 中午勝幅收窄至6% 中國航空工業亦曾經升13%破頂 中午升超過8% 中韓科工亦都升超過3%兼破頂 中午升2% 另外,中韓國際先升後跌0.2% 照電股方面,中國天然氣宣布同內蒙合作 內蒙將會支持中國天然氣在當地發展翼化天然氣的業務 中國天然氣今早復排之後升了1成1 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日前表示 有望可以在11月中開台 被市民經過智能裝置免費觀看電視節目 消息刺激港市昨日升超過17% 今日股價再升6% 去到2.98元 成家會的股份方面 騰訊升超過1% 報121.2元 破10天線118.5元的水平 至於最終港股走勢的盈富基金 亦都見智近賣入 今早升0.4% 中午報24.3元 收視之後有3分鐘視頻 再見 1 2